十一年级最urgent 十一年级的话 我觉得家长来找consultant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抱着一种看急诊的心情 这个你已经看到了damage了 我愿称这个十一年级的planning 它不叫planning 叫damage control 因为很多 绝大多数十一年级来的孩子 他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一些偏科很严重 我说的偏科不是说不光是学科方面 它整个profile偏的很严重的情况 包括说一些 也有一些哪里都需要补的情况 这边的话选到的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 我们先看十一年级 第一个的话 这个学生是大概在十一年级第二个学期 开始做consultation 这个孩子的话 他有很明确的interest 这是个好事情 他想学CS 那GPA也不错 unweighted的话是3.95 有一点点低 ACT的话是35 这个academic profile非常漂亮 非常好 这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不错 但是我们总是有但是的 它的activity我们来看 volunteering基本上没有 当时在看完它的 我们很快的 当时这个学生来跟我第一次明写的时候 我们很快的go over了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academic profile 然后进行到activity的时候 我就有点傻眼 我们说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来review 那你的volunteering呢 没有 其他的呢 有这个programming club 这个是他从九年级就开始参加的 那另外的话 他在课语的时间会做一些 自己在家会倒腾一些的这个小的这个iPhone design 那我说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的优点 这个学生的优点是他很明确 对他很明确 那也是很明确的说 他这个对这个programming的兴趣 那你的缺点在哪里 在你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拿金奖的情况下 你没有volunteering 或者是你不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某个体育项目的 这个金牌选手的这个level的话 你的你的问题就是 你其他的activity完全没有跟上 OK 尤其是做tech这方面的孩子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OK 你整个profile看起来非常technology 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technology也是有人性的一面 OK 那你的人性的这一面在哪里 你关不关心其他的人 还是说你整天在你的那个小bubble里面 在这个研究你的coding 研究你的这个这个这个电路 OK 那你的人性化的那边在哪里呢 你得把它体现出来啊 这样子学校才会知道说 OK you care right 那这个孩子的话 他从 十一年级的下学期中间的时候 mitting完以后就开始意识到说 oh my god 我我所以我只有我只有20个小时 我们高中规定那个毕业20个小时的 voluntary是不够的 好 我说是不够的 一个是一个是你有没有一个long time commitment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是你没有受说 你对你的community的一个一个关怀 OK 那包括说 还有就是你的 你做了一些app 那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去 可以去用的 可以去真的是秀说你学到三年的programming 他学了三年甚至他甚至超过三年三四年 他从大概八年级的时候开始自己就开始学coding 你学了这么多coding以后 你怎么用你的这个coding skill 对 那所以这几个方面呢是他的一个弱势 那volunteering的话 当时因为当时有扣费 当时的话马上帮他找了一个这个special need OK 然后另外的话他也开始有自己在帮他 帮他找了一些这个像low income的一些non-profit 他有一些tutoring这个coach这个younger kids 那从activity的方面的话 那当然是summer camp 因为他从他是第二学期的中期 中中间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三四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summer camp 在他申请还是开放 所以我帮他找到一些 找到一个六个礼拜的一个program OK 然后他去做了一个完整的project出来 那在这个project之后他自己又研究了两个小的app 所以这边要提到一个说我们申请summer camp 我们做summer camp 不是做完就做完了的 你还得有后续的 你做完了一个summer camp以后你从里面学到什么 你学到的东西你要怎么样继续把它应用 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那所以这个孩子最后的话现在的berkeley学是yes OK 非常不错 接下来一个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 这个是从大概冬天的时候 十一年级冬天的时候 winter左右的时候开始跟我一起work 这个孩子的话 他GPA其实非常一般 他的B还不少 3.5的GPA 当时来说非常非常非常低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的work ethic 他选课的时候 他十年级 十年级的时候选课 他出了出现了一些书 低估了学校的ap课的难度 ap选太多了 造成他十一年级的压力非常大 第一学期就拿了不少的不少的B 甚至有一个C 那但是这个孩子非常非常努力 而且他非常愿意说 follow我们的一些guidance 包括说他非常乐意的去跟consultant 他非常积极的跟consultant会去 讨论一些solution 那这个互动的过程 我个人是非常enjoy 对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课程压力太大 然后ACT还没有开始准备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 OK 那他的activity呢 主要是他有一个boy scout 但是当时的话 他还没有决定说 要不要做英国scout 那volunteering在hospital 这个他很lucky 他申请了这个local的一个clinic 的一个volunteering 他可以进去 那个时候已经大概做了一年多了 OK 他是在学校有一个biology club 那另外的话 他和几个学生一起呢 有一个online的一个blog 那他定期的 大概一个月一次 会发一篇article 就是他自己去做一些research 一些他喜欢的一些topic 然后写一些东西 那他可能 他的点击量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很能坚持 就是说哪怕是最忙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这个你首先你不要去看说 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会去看 你的这个website 但是你如果能把他坚持下来 因为他也是在很犹豫说 因为他花在写article上的时间 其实也不少 而且每个月都要更新的话 但是我说你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 这个是你已经坚持了 到了等到你12年级毕业的话 那你已经加起来坚持两年多了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tyle 也就是说 就是很容易看到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你的passion 那这个孩子的话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他GPA的问题 OK 他的这个强项弱项非常明显 他的文科其实不是那么强 但是非常 这孩子咬着牙 他选了这个apush和apline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里面也有 那我说这样 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也承认说 爸妈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说 这孩子他没有办法 handle 所有的这些ap课 那我们focus在 你比较容易keep住你的a的 然后比较跟你的major相关的课程上面 OK 那其他的课 我们努力让他不要变成c OK 那act的话 ACT的话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tutoring 那个时候可不是test option 这个tutoring是weekly的 OK 那我这边要提一下说 很多家长 很多孩子 他可能会在暑假的时候 选择上这个sat ACT的大课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上 这个sat和ACT的大课的 你真的 在做这个决定以前 你一定要做一些practice 包括说去 咨询一下专业的老师 因为有孩子去上这种 一天四个小时 甚至超过 然后 要做很多的题目 和大家一起上大课 这种sat的这种 所谓的camp 他不一定对他会有一个 很有效的一个提高 OK 因为他的问题 可能是他个人的 对有些孩子来说 你的大课没有办法 解决他的问题 OK 那在这种情况下 tutoring会更适合 这样子的学生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个 回到这个学生的case 这个学生的case呢 在summer的方面 我们很开心 成功地把他送到了 一个research camp里面 而且他在参加完 这个research camp里面呢 他的mentor 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然后给他介绍了 另外一个 就是他回到湾区 summer结束 回到湾区以后 给他介绍了 另外一个college professor 可以跟他 接着进行他的 进行他的research 这孩子呢 最后以他这个 最后的GPA 我记得是 unlimited 是大概3.6 的样子 3.6出头 进了BU的biology 开心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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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